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讲 感恩 打通了就忘了问什么了 打通了就忘了问什么了 今天是元宵节 祝台长元宵节快乐 就问这个 没有啦 这是助理 还有什么问题吗 想问 台长给我一点开示 开示 我修得好不好 你修得魂魄不齐知道吧 自己经常的丢山蜡丝脑子不好 好好修心好好度人 明白了吗 什么事情到脑子里要进入 第七意识 你这个第七意识非常不强 没有分辨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总是搞不清楚 不知道好的坏的 对 好好念经啦 智慧还不够 好啦 好 嗯 给人家打啦 你问不出来就给人家打啦 今天要学会问啥子 呃我们只 不能 做梦 可以问 问做梦 哦 像你这种人 梦如山啊 嗯 我很想做梦 可是有时 呃有做过一个梦 可是我都不懂是好 应该是不好啦 嗯 外面 飞来飞去 后来我就 有一个人抓我 然后就 我就很关心不上去啊 然后就 就清醒了 你是飞的啊 你飞不啦 嗯 飞 飞吗 飞得高不啦 呃 嗯 不是 就是 就是 就是可以很清楚的 我在飞来飞去哦 跟 跟我们的时间不一样 就这样 那你让他去轮 在二十楼 他去罗门 你看看阿凡达们 就是飞来飞去打的呀 嗯 哦 好了 再见了 嗯 赶安台长 再见啊 嗯 再见 回来 回去 啊 喂 你好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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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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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得到吗 听得到 嗯 听得到吗 听得到 嗯 哎好 弟子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 嗯 您说一下 就是说从全体角度 就是家里的床有高低床吗 高低床有老人和孩子 呃 床上和床下 您应该去哪一个比较好呢 老人睡床上还是床下 比较好的师父 您说是双人床啊 高低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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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高低床 我听不懂啊 就是下面一个床 上面一个床 就是双层的 啊 就双层床啊 那没办法 那当然 那当然老人家睡下面了 嗯 老人家睡下面 是吧 年轻的人气旺了 老人家怎么爬上去啊 老人家爬上去被掉下来的 这个还不懂啊 哈哈 好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自己开设 请师父开设一下 师父曾经说过 不义 不义岳父为 这个父亲的胎儿放生 那如果关于七个月 胎儿有不好的地方 怎么办呢 这对这种情况 师父 放生啊 不义吗 并不义 并不义 并不是代表不准的 嗯 好了 哦 如果 比如说有个同修 他怀孕七个月 他的孩子 他有不好的地方 面临这种方法 他怎么祈求比较好呢 师父 这种希望 很简单啊 你比如说 你今天孩子好的话 有些人也给自己孩子去放生 那么这样就叫孩子了呀 你如果这个孩子 已经在肚子里就有毛病了 你赶快放生啊 哦 那怎么祈求呢 师父 他是给本人祈求啊 还是给胎儿肚子的胎儿祈求呢 师父 都是给胎儿祈求啊 胎儿已经已经进灵了呀 灵性已经进去了呀 嗯 嗯 明白 明白明白 明白 那烧小房子呢 就是给自己百年的妖精者烧 对 师父 明白了 谢谢师父了 这个开始 师父 一般从阿修罗道 超到天道的话 小房子至少有大概的数吗 师父 从阿修罗道超到天道 阿修罗道超到天道 阿修罗道 对对对 小房子没数 像这个有的人上不去 有的人上不去 要看到根基的 根基很重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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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谢谢师父的 师父 功德有自动消除业状的功能吗 我们不跟关系银头大气球消灭的业 它有自动消除的功能吗 师父 那当然了 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 你比方说 你比方说 你今天 你这孩子过去做过坏事了 对不对啊 在公司里做过坏事了 好了 那么你现在也不跟公司领导汇报 但是你今天做好事 坐在来 全公司都知道你是个好人 你说说 那谁还回去讲你不好啊 是不是自动消掉你的业障了 对对对 你又不要跟领导讲 领导下面是全知道 领导也会知道 明白了 对 那自动消除的话 它会消掉多少呢 会用掉多少呢 要看你有多少功德的 嗯 你很多人有点功德 要给妈 要给爸 要给孩子 来不及也没有了 自己 消不掉多少了 哈哈 对啊 要给妈 给妻子 给孩子 哎呀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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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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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用了唱歌了 嗯 嗯 那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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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例子 这几个简单例子 你的功德是热的 对不对啊 嗯 对啊 是热能量 热能量就是我们说热的气和来 蒸气是热的 嗯 那么你的冰箱里有结冰了 你今天要过去冰箱要化冰了 现在当然不要啊 过去 我就举个例子 你是不是把热能量往冰块上面 不停的这个吹气啊 噓 噓 噓 好 我问你你这个热能量 能不把一块很厚的冰把它化掉吗 嗯 不能不能 吹上去 吹上去 只不过先滴水下来 对啊 你要多少多少的热能量 吹个一个礼拜 它最后那块冰材碰掉下来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对对对 明白了明白了 那师父 宵夜最猛的话就是法布施了 是这样吧 对对对 法布施 因为法布施就是做做菩萨呀 菩萨们就在救人呀 对对 是是是是 对明白了 那师父 大慈大悲是一种怎样的境界呢 那师父 大慈大悲就是无我的境界呀 没有自己 没有自己这个人就成大慈大悲了呀 你看现在人老人的毛病不就是自私吗 什么都是我我我我我我 是啊 那师父这个大慈大悲和慈悲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讲的这个慈悲 那我问你一句话我们就知道了 做一点做一点点好事和整整个都是做好事 这个人整个都是做好事 你说有什么不一样啊 有有有有不一样 境界不一样了 你这个你整个都在做好事呢 你这个人就是个好人呢 你偶然的做一点点好事这一杯的是个好人呢 对 对 是的 你这个人很慈悲 很慈悲的话 你也可以说有点坏的 你这个人大慈大悲了 你说这个人还会有坏吧 没有了没有了 哎呀真的没有 哎呀为什么观世音菩萨叫大慈大悲 它是哎呀真的是我们的榜样啊师父 对啊就是这样 嗯 哦师父那你在2月20日白阿佛法 你广播中说过啊 人活在世界上不长久 只有真正的放下了才会长久 师父您开始一下 只有真正放下了才会长久 如何理解这句话呢师父 两种意思都有 在人家成佛了 嗯 那么你在天上也成就了 你的功德果位了 嗯对 那么这个人本身佛法讲不生不灭的 那你是不是 对 那你是不是在人间就永远不死了啊 这是一个 对对 这是一个 这是从高精简单来讲 从另外 从人生理上来讲 你这个人无我了 你不会为自己生气了 你不会自私了 你心胸宽大 你什么都不争 不贪不求 不要名义了 嗯 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心胸宽大 这个人怎么会死啊 对 是 是 那是精神长久嘛 是我告诉你讲的 一个是精神长久 这个也是生理上的也是长久呀 哦 现在所有的肉体病都是精神上 这个科学家刚刚才研究出来 我在七八年前我就 红发的时候我就天天讲 我说生癌症 全部都是有 心理状态不好 和这种 这个人的那个内心心理的失调 和心理的那种 这个严重的这个比例失调 和那种 这个心理的一种数字的一种低下 我说是这种引起的 后来你看科学家报纸上登出来了 百分之九十的癌症 基本上都是由心理疾病造成的 你看看跟我讲一样吧 一样 师傅 那您 从此因为癌症我们都知道 癌症是地图对 就是给我们 就是说给阳间的人判了刑 就是因为他心理不好 就是因为他做了不好的事 心不好 才感受到不好的东西 是这样吗 对啊内心呀 内心的杂念 现在 现在 现在因为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在阳间你做坏事 你杀人犯火 盗窃 你这种都是外面看得见的 警察可以抓你 那么你现在 心理要害人 恨人 给人家下钢头 做坏事 那么没有办法惩罚啊 怎么办呢 那地府就想出来了 你这种人怎么能不惩罚呢 那么让你身癌症呀 让你里边痛呀 让你讲不出来啊 你不是自己不讲吗 你不是背后撞来是吗 那么搞你了 呵 一样 哦 那师父 刚才你讲到这下钢头 下钢头的人的火爆是什么样 下钢头的人下地狱啊 哎呀 你正能量的人 怎么会把你要下钢头啊 你说鬼才会下钢头 那么当然下去做鬼了 找死了 对对对 对 师父 正能量的人是受祝福别人 为别人祈福 是这样 对啊 对不对 你像你 你跟师父这种人交朋友 永远不会有人家 你跟有些 有些通灵人 你跟他好 他他帮你求 帮你找鬼 帮你忙 那你跟他不好了 他向你钢头啊 对对对 那怎么办 师父啊和你交活跃 太好了 还有无信了师父 对啊 很好啊 教了这么多小朋友 呵呵 嗯 好 谢谢师父 师父 我们有灵性上身了 如果自己很千为人的 做了教徒的 就算没有念小王子 有些灵性也会恭敬 离开你 这样说对吗 师父 是啊 正能量的小鬼都不上身啊 嗯 哦 嗯 明白了明白 正能量 你说他看 如果一个警察 在马路上走 我们小偷看了他就逃啊 对不对啊 嗯 警察的创举动不就是正能量吗 嗯 那是吧 我说万人讲比方吧 自己身上有妖精者 但是你没给他烧小王子 但是你坐在一条头上 那这个身上的妖精者 会自动离家而去吗 不会 还是必须不会 小王子操作 我闻也会跟你没关系的 他会走掉 但是 你大辈子欠的 他当然都不怕你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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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子照样搞你 因为你欠他的 嗯 欠他的 哦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师父 走起佛导 充着佛导 充着佛导 守佛导 哪儿没有佛导 只是居功 都是有功德的 是这样吗 当然是 嗯 哦 对 你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举个例子 你不要讲其他的 你在家里 你对妈妈好 多好一点 妈妈会多照顾你一点 对爸爸多好一点 爸爸多照顾你一点 你对菩萨多尊敬一点 菩萨当然多照顾你一点了 我们有的佛友 对 你看见师父的像都这么 照片都这么恭敬 都这么和尚 你说 师父 像妈妈爸爸一样 我也多照顾他一点 这是人之常情 这就是叫因果 你种什么因果 你对师父不尊敬的话 你说你这种人 怎么会得到师父帮助了 对 是的 是的 是吧 一旦成绩一旦保佑菩萨 对啊 对啊 嘴巴里嘴巴里说 哎呀我师父啊 我对你很好 做出来的事情都是 不是不听师父话的 你说这种人是真的 对师父好不好 哦 不是不是 好啊 有什么用啊 嗯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父了 师父 我们学法人关节来临之前 师父是会梦考 梦考过了 菩萨就帮你躲过劫难 是这样吗 基本上都是这样 因为菩萨在 要不要在虚实当中 比方说你这个人 有一个很大的节 菩萨可以不管 但是菩萨也可以管 看你自己的功德的时候 那么护法神就出来了 护法神说 菩萨我去看一下 他这个人 啊 现实考试他一下 因为他过去做的功德 和他的有肉 啊都基本上一半一半了 啊 他考 梦考他一下 好他来了 梦咪没考上 啊接下来你就 天哪来了 梦咪考过了 你 好 你这个节就躲过了 哦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父了 大气场小们要看 首先这个人 洋气足嘛 就是气场大呀 嗯 嗯 第二个嘛就是 这个人的正能量足呀 第三嘛这个人的根基好呀 第四嘛这个人的 本来就是菩萨 或者他在修菩萨 对不对啊 嗯 这个人本来就是干部,他现在又做了什么更大的干部了,你说他气场大不大,一到工厂里边人家看见他全部鞠躬,对不对啊,那他不是气场大,就怎么来了呢,对不对啊,因为他做了善事,他才能做干部呀,他不会想你的老百姓做事情,他怎么能做干部了,就这个道理啊,明白吗? 对对对,是的,师父,您的气场就很大,你严厉的时候让人感动了哭,但是你慈离的时候让人感动了哭,但是你严厉,我害怕你啊,师父 严厉,严厉就是跟你说,在尊敬当中成立的,因为你对别人很尊敬,对人家是真心的,你严厉人家才会听你的,你不对人家真心,你再这么严厉,没有人理你的 明白了吗?对对对,明白了,对人家要真心啊,真心啊,嗯 对,明白明白,谢谢师父,到此一开始,师父,做好梦的时候,闹钟突然咬了,或者是被人叫醒了,比如快吃上饭包了,或者师父到梦里来了,或者是听到,或者到法会快听到开始了,就这样,突然醒了,这种加持,你和得到好的我,有什么不同呢,师父? 那当然不一样的了,正好要知道他刚刚没了,正好师父刚刚要加持他,他没了,那很简单了,那为什么知道呢?就是,就是你刚刚,刚刚要好了,还没开始好,就是同志还需努力,革命尚未成功呀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就是有这样的,就突然就行了,梦导师父给你看图图了,要看了,突然就行了,对啊,有的人给他起名字,最后还是没起上,刚刚要师父说,哎,我帮你起名字,好了,醒过来了,那当然没起上,没起上就说明,功果还不圆满呀,功德不圆满呀 哦,就说明他功德还不够,福德还不够,是这样吗,师父? 他已经有了,但是还不够呀 哦,明白了,明白了 有,有功德还不够啊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的次第开始,那师父啊,请问,我开设过高利贷就是赚地货的钱,请问师父有同学外,就像这种借钱给你人密期超过多少算高利贷呢?师父这么问题 给你两个字啊,超过正常就叫高利贷 哦,明白了,明白了 那什么叫正常,正常是银行利啊 银行利率,是这样吧? 银行利率就是所谓正常的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那师父,您看师父,薪金在地货就是钱,就是钱贷 如果转过高级带的钱,薪金或自己给自己名字的药金和小毛子,这样能够完了,师父? 你们完全误解了,师父说的心经是钱是说,只对小鬼来讲,只对天爱的人讲,心经是菩萨的大智慧,怎么是钱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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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全部都是误解,所以很多人就是,很多人就是要找这点空子来钻的 什么叫心经是钱呢?心经是鬼,小鬼拿的就是钱 你要是菩萨的话,拿的就是菩萨,听不懂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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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心好关了,师父,您就说了 好好听话了,一知半解,视为谜,听不懂啊?一知半解,视为谜啊,真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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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单的 对啊,心经在天上是能量 到地府那些鬼拿了,你还债嘛 对,行 明白了嗎? 明白了,明白了,謝謝師傅的詞給開始 師傅,報警了嗎?師傅 你還有什麼問題?快點吧,還有最後一個問題嗎? 最後一個問題,求福道的時候不是馬上零業 而是有一段時間的,師傅 是不是因為公德求事情或消業 公德不足以消掉求的事情的阻礙 或者是消掉這部分業 還有會不會業或阻礙需要報調呢?師傅 這個可能性完全存在的 實際上求了不靈,第一個是有時間的 種下去的果子不會馬上長出來 這是現實問題 第二,這個不長出來,長得快和慢 跟你的土壤,跟你的陽光,天氣,水質都有關係的 都有關係 明白,那師傅如果公德操掉了這部分阻礙和業障的話 求量馬上零,業障馬上就消掉了 是這樣嗎? 是啊,為什麼有些人求就零了? 就是這種情況 就是這種情況 明白了,明白了 那師傅,謝謝師傅開始 那師傅,翻福田,翻為敬田,安田,磁微的田 如果做同樣的供養和復蘇,哪有福田功德更大了?師傅 既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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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有分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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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田是你要學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 對不對? 那個敬田的時候就是要敬田 敬田也是很重要的 敬田也是一種,我們說福德 又有福德才會有功德 沒有福德哪來的功德 你敬田和最後的悲田那是有個檔次的,一個層次的 敬田是… 是安田嗎?師傅,你解釋一下安田嗎? 恩田不是感恩的呀 感恩心之後才會產生慈悲心呀 這三者還不懂啊 敬田是最起碼的 做人的應該懂得的道理 對不對呀? 恩田已經是進一步了 也可以算為一種慈悲心 因為它是慈悲的開始 也可以算為一種做人的應該懂得道理,感恩心 然後最後的悲心 悲心就已經進入菩薩的境界了呀 恩 明白了,明白了 謝謝師父的慈悲教授 那師父您在2月18日如一年開始 環境不齊的人每天可以念心經四十九遍 求大大悲觀世音菩薩保佑他環境歸身 是算在功課裡的還是功課以外 這樣請求大師父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你只要講 你把功課講前面講一講 消自己什麼什麼什麼 那麼就是功課裡的了 你要是自己功課歸功課保留 你要專門對這個問題 那你也專門講 現在明白了嗎? 明白了明白了,是這樣 那師父有同修發願儀式修成 但是他發願了儀式修成之後 會避免對一些對象產生好感 同修擔心 是否所謂的儀式修成的願道 對前幾次天下的停滯 都在這儀式充天了 是這樣嗎?師父 當然了,有這個可能的 有這個可能的 我們儀式修成 他幫你所有的账總結账 看看你能不能還清 還清了之後 你就儀式修成了 哎呀,那這是儀式修成的大願 對呀,所以更難呀 哈哈哈哈 你以為呀 儀式修成這麼容易呀 呵呵 哎呀,是是是 好吧 那師父 那師父 那師父,那您就說幾句吧 對儀式修成 開始一下吧師父 儀式修成就是你個大願呀 就是你的大願意呀 因為你不想再來輪回呀 你就想錯過六道 超過六道是哪個地方 知不知道啊 師聖道啊 師聖道是很高的 那你要花多少願力呀 要花多少信心啊 你要花多少行為呀 對不對呀 所以你看你這個 花粗一點點 平時還要天天為自己 日三餐還在奔忙的人 什麼東西都決定不了的人 懂得平時整天 還是人我是非當中的人 動不動就是為我 為我自己的 我的家人 我的父母親 我的孩子 整天為自己 你怎麼不想想世界上有成千上萬個你的這個這個家人呢 成千上萬的父母親還在受苦 成千上萬的孩子呢 你怎麼不想想你別人呢 你這種人你還想一輩子超出六道啊 那你所以 嗯 要一事修成多難呢 現在還不明白啊 還要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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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不能有小我 小我 小我害死你了 沒出息的呀 整天自己的 真的 為了自己的利益 不惜殺害別人的利益 那是人吧 連人都做不到 人道都做不了 那麼再下去一級呀 那麼就畜生了 畜生到了呀 嗯 對不對啦 是 是 這麼簡單 所以我可以告訴你 講得難聽一點 一個只為自己 不為別人的人 就是一個畜生 就這麼簡單 對 因為人不能為自私活著 人不能為自己的 你活著要為別人的 媽媽活著不是為孩子啊 對不對呀 是是是 好了 剛才你講的 我剛才去的就是浩然正切 對啊 不要去做自私的人啊 真的 自私哦 真的 嚇死人了 就知道自己 不知道別人的 活在世界上真的是糟蹋人類的 聽得懂嗎 一個人不能自私的 所以我們學婆子的人 就是要老老實實 實實在在的活著 所以不要去傷害自己的家人啊 傷害自己 傷害朋友啊 這都不可以的 明白了嗎 對 那是否官司因徒發不會保佑自私的人 是只會保佑這種無私的人 那當然 那當然 明白了嗎 明白了 明白了 有些人整天活著想傷害別人 那是不可以的 明白了嗎 明白了 明白了 謝謝您的 謝謝您的指揮開示 師父再見 再見再見 好 聽眾朋友們 那麼 這個直話直說節目呢 到這裡結束了 非常感謝聽眾朋友收聽